江峰眠不接,他看着魏英,道,阿英,你与蓝二公子既是情投意合,叔叔自然不会反对,何至于要退出家族? 魏英想起了很多,江家的好,江家的坏,他留恋得怨恨的,见过了爹娘之后,魏英对嫁,对爹娘的执念前所未有,却不再是江家。 江叔叔,魏英想离开江家,日后,蓝战看了魏英一眼,魏英转换话语,与江家无关。 江峰眠是真正地愣住了,魏英在蓝家两个月,居然就完全从江家倒向了蓝家,难道他和阿诚几年的兄弟情就比不上一个蓝战? 魏英,你是,再也不想见阿诚阿里了吗?还是江叔叔哪里对不起你?你在江家不开心吗? 江峰眠失落地看着魏英,魏英心底确实有触动,可他满脑子都是一些疑问。 面对江峰眠一如既往的态度,从前是受宠若惊,现在却是质疑。 于夫人瞪眼,好啊,攀上男人了不起了,说离开就离开。 江家养你那么多年,蓝战倒,于夫人,魏英扯了扯蓝战的袖子,制止了她的话,然后自己上前一步,正面对着于夫人,一字一句,铿锵有力,于夫人。 我与蓝战两情相悦,我们想要永远在一起。 也许于夫人无法理解,毕竟您从来没有两情相悦过。 魏英,你要死。 于夫人抽出紫电,蓝战拔剑,不过江峰眠拉住了于夫人。 魏英苦笑,所以江峰眠从来都是有能力制止于夫人抽人的,只是她没做。 于夫人,我为何退出江家? 因为我受江家养育之恩,连替父母辩解都没有底气。 我爹早已退出江家,她是散修,不是家仆。 我娘失诚抱山散人,她身份高贵,不是不知名的野丫头。 我爹娘神仙眷侣,又与你何干? 你与江叔叔相处不好,凭什么怪在我娘身上? 我爹娘如此恩爱,你却尚赶着往自己头上戴绿帽,践踏我爹娘名声。 我,我恨不得,魏英眼眶泛红。 江峰眠神色一领,这件事魏英应该习惯了沉默了,为何突然爆发? 阿英,江峰眠试图安抚。 于夫人脸色难看得要命,她抱脾气起来,就想抽死魏英,可江峰眠抓住了她的手,江峰眠抓住了她的手。 魏英退后一步,魏英多谢江宗主教导,日后,希望不再听到离谱的留言。 于夫人子电抽不出,嘴巴还闲着,魏长泽本就是江家家仆,你不就是家仆之子? 魏英冷笑一声,罢了,于夫人这张嘴,就是剑。 怪不得一直得不到江峰眠的爱。 蓝湛微微脸眉,她实在不想在这里耗时间了,直接将叔父的信件交给江峰眠,江宗主。 这是叔父的信,这是我们蓝家对魏英的态度。 江峰眠皱眉,打开信一看,脸色变得特别难看,她深深地呼吸,对魏英说,你走吧。 日后,日后,与江家无关,费用,我会接的。 蓝湛不知道叔父说了什么,但她知道,肯定是让江峰眠不得不放人的理由。 魏英的名声呢?江家会不会做什么? 魏英道,多谢,再见。 魏英转身走,蓝湛说了一句,江宗主,魏英离开了,我不希望听到什么留言,毕竟,江家总是有很多留言。 江峰眠脸色稍缓,虽然损失了魏英,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天分高的少年。 蓝家送的东西,价值很高很高,而且他不信,魏英就可以对阿诚阿黎视而不见。 阿线,你要离开我们吗? 江燕离近来了,神色忧郁。 魏英有一瞬间升起不舍,但他知道,若是沉溺于这些温情,他就得忍受更大的痛苦。 江姑娘,再见。 魏英低头,握紧了拳头,身体略微颤抖。 蓝湛握住魏英的手,道,回家吧,魏英。 魏英突然有了力量,侧头看了蓝湛一眼,笑中带泪。 望线两人走出莲花雾,于夫人居然没有炸毛。 蓝湛道,回去。 魏英垂眸,缓缓道,回去。 顿了顿,魏英淒淒爱爱,蓝家给了那么多钱,我,我怎么还? 蓝湛板着脸,一家人为什么说这个? 你我,不是道理吗? 魏英脸颊飞红,但他见蓝湛耳根通红,突然就抖起来了。 对啊,蓝湛那么喜欢我,他不爱我说这种生风话。 蓝湛蓝湛,你说我们想什么办法赚钱好? 蓝湛挠头,他完全没主意,对于金钱,他是真的没有感觉。 蓝湛抿嘴,叔父说过,蓝湛在符咒法器方面天分极高,蓝家有一些买卖符咒法器的生意,基本上仙门家族都有,但那些东西又贵又不实用,还只有修饰才能使用。 如果魏英可以改变这一现状,蓝家赚回几万粮,简直小意思。 魏英,你可以尽情释放你的天分,蓝家有铺子。 蓝湛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雪莲花,毕竟是下一代长发,该知道的,他都知道。 他和蓝西辰只是分工不同而已,兄长在外,言笑艳艳轻弹扯淡打好关系,弟弟在内以身作则,管好门生弟子。 魏英眨巴眼,有道理。 蓝湛放心,我回去就研究,就从吸引邪碎的法器入手吧。 我告诉你啊,我有灵感。 蓝湛道,藏书阁随你进,材料库随便拿,你是蓝家人,没人敢阻挡你。 魏英嘿嘿一笑,望线两人加快脚步,飞回云身向蓝起人禀报,蓝起人摸着胡子,微笑道,好,魏英,以后你就是蓝家人了。 你就住,蓝湛以眼神示意舒服,竟是啊。 蓝起人缓缓吐出两个字,竟是。 魏英眨眼,那是蓝湛的地方,蓝湛委屈地看着魏英,竟是又大又冷清。 我一个人住了好多年,你不想和我住一起吗? 魏英毫无原则地投降,我很闹,我很静。 蓝湛一本正经,蓝起人仿佛从望鸡身上看到了兄长的影子。 行了,接下来你们不要管了,去休息吧。 望线两人躬身告辞,退出去了。 蓝溪尘从屋里转出来,舒服。 蓝起人道,消息放出去了吗? 蓝溪尘点头,仙门百家基本上都知道旺姬和吴县两情相悦。 吴县已经退出江家,加入蓝家了。 大张旗鼓把学费生活费送过去,千万别搞成聘礼。 蓝起人不吝啬往黑里响人。 他是想着在卫英身上死死地烙着蓝家的印记,而不是忘记带着江家大弟子道吕的标签。 蓝溪尘道,舒服放心,这种事西陈明白。 蓝起人恩了一声,监督江丰眠做好自己答应的事情。 卫英的名声可由不得将宗主拖延。 蓝起人背着手,蓝溪尘道,舒服放心,到底是败坏自己的名声,还是败坏于夫人的名声。 我想将宗主想得很清楚。 蓝起人摸胡子,满意极了。 溪尘这些日子成长了不少。 之前虽然聪慧,谋略也有,却过于光明,不识阴暗,不愿用有备于君子之道的手段。 眼底也是非黑即白,可是人世间,从来不是非黑即白,只要目的是好的,手段不会残害他人。 对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手段,又有什么关系? 这是智慧。 蓝起人微笑。 对君子以君子之道,对小人以小人之道,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 我们蓝家前世就是吃了太君子的亏,被人蒙骗,被人辱骂,被人利用。 如果君子一直这样束手束脚,我为什么还要做赤诚君子? 西晨,你长大了。 蓝起人十分欣慰。 少主亲自出面招揽人才,足以证明蓝家对人才的重视,对卫英来说。 这是来自道理家庭的重视,归属感很重要,卫英这样的人,钱财全是声色,都不能打动他,唯有真情。 回来之后,蓝家家族会议。 蓝西晨疑惑,为何突然,蓝起人深深地看着他,自然是,有关蓝家的大事。